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将导致伊朗最大的经济支柱崩溃 因此伊朗海军日前出面表示 将会使用一切手段来捍卫石油出口贸易 而美军目前在中东已经集中了埃塞克斯号等多艘两栖攻击舰 此外大批F22战机和B1B轰炸机也已经抵达中东美军基地 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已经做好了冲突的最坏准备 就在美伊两国建拔弩张之际 伊朗背后最大的盟友俄罗斯也终于出手了 据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俄海军多艘舰艇已经抵达中东海域 并在亚丁湾展开了实战化演习 包括新一代11540型导弹护卫舰 智者亚罗斯拉夫号在内的多艘军舰举行了防空 反舰和反潜多种演练 并且针对美军封锁伊朗邮轮的可能情况 演练了护送民用船只的科目 值得注意的是 智者亚罗斯拉夫号曾在今年年初 在地中海 跟踪过美军都鲁门号和动力航母 甚至直接冲入了美航母战斗群内部 据报道 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一向非常密切 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是伊朗武器的主要来源 不久之前 俄罗斯还紧急向伊朗交付了一批S300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这大大增强了伊朗抵御美军可能空袭的能力 此外俄罗斯还预日前因 伊朗要求移交了一批20%浓度的浓缩油 用于支持伊朗的核计划 这让美国和欧盟十分紧张 认为伊朗正在加速研制核武器 而美军中的鹰派也开始呼吁在伊朗真正研制出核武器之前 对其进行尽早打击以铲除威胁 但是俄罗斯军方及时的出手 无疑让美军的动武决心产生了动摇 作为全球二号军师强国 俄罗斯虽然在与美国的全球竞争中处于手势 但是由于俄军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和军力 因此依然是美军最为忌惮的对象 而且和其他大国不同的是 俄罗斯习惯用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 因此如果美军对伊朗动武的话 俄出兵介入的可能性非常高 这些都是美军不得不考虑的不利因素 因此未来美一战争能否爆发 很大程度上就要看俄方是否会全力支持伊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